吹口哨也有問題 這個我完全不懂 像我之前教英文的時候 可能就是小朋友在考試或是幹嘛 就很無聊 我就是坐在旁邊等他們考完試 就開始 然後又一次我這樣子 然後又一個老師經過 就說 對老師 不好意思 我們台灣晚上不能吹口哨 想說到底是怎樣 再過了幾天之後 那個小朋友的家長也要找我 然後說對老師 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 我兒子最近晚上睡不好 她說是因為你晚上都吹口哨 對 真的 我想說這個跟我吹口哨 小朋友睡不著 跟我有什麼關係 就是家長就是在亂講話 因為口哨那個頻率 跟那個阿飄 阿飄是誰 Ghost 阿飄是誰 我跟人家在想 阿飄的姊姊 是接近的 就是說這個聲音會吸引他們的注意 我們每個人都連看到一個美女 吹口哨是正常的事情 白天可以啊 白天 對啊 所以如果你晚上看到一個美女怎麼辦 就 但是這個 日本也聽過耶 但是我們講話不一樣 日本人就是晚上吹口哨的話 那個 或是集集中起來 不錯 以前抱小孩尿尿的時候 都會吹口哨 幫助他那個聲音有沒有 聲音會幫助你有尿液嘛 對不對 對 所以聲音能吸引某些事情 是有道理的 你看人家那個吹蛇有沒有 那個時候 對 就是因為那個聲音吸引他 會有共振 路上紅包不能撿 對 我就覺得這個 非常奇怪 你們覺得 就感覺好像 台灣人很有錢的樣子 看到紅包就不會撿嗎 台灣人真的很有錢耶 真的嗎 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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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時候就是我爸帶我去 貓空那邊玩 然後我就 轉眼的時候看到一個紅包 我就啪 啪 啪一下 踩到那個紅包 然後 剛好全部人都剛好在看我 然後 我爸就打我的手說 你不能 你不能夾那個紅包 我想說為什麼不行 然後當場就很多台灣學生啊 或者其他就是 去那邊觀光的人都一直在笑我 然後 我到今天為止 都還是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是因為就是 可能會被娶走 會有冥魂什麼的 這件事情 你要娶那個人 對 如果我撿到要娶他 人家也不一定要嫁給你 對啊 我一個朋友撿到紅包以後 隔天他們親戚來 拜託他把紅包放回去 因為我那個朋友戴一波OK 好 反一 為什麼台灣的晚上的洗手 就這麼多啊 因為像就說什麼 所以口罩都不行嘛 但是你在晚上 曬衣服也不行 像我之前就出差 我回來 要趕快洗衣服嘛 然後就是因為晚上 又一隔天都要用嘛 所以就去曬 但我那時候的台灣是唯一 是說 你不能這樣子晚上曬衣服 鬼就會來穿你的衣服 對 鬼就會去穿你的衣服 現在因為公寓就還好啦 那這個習俗 是因為以前都是那個大院子有沒有 戶外的 沒有在室內曬衣服 對 所以你晚上那個曬衣服呢 那個飄飄妹妹的感覺 一個嚇到別人 第二個就會有絕對不好的聯想 這樣子 尤其是七月的時候 平常應該還好 鬼穿我的衣服幹嘛 或者是像雨傘一樣 鬼 對啊 鬼會冷啊 鬼會冷啊 那雨傘呢 因為這種在騎樓下 也不能穿傘 當然不能穿傘 因為你會戳到別人啊 不會啦 有時候是那邊沒有人會 而且你在騎樓穿什麼傘 你是有什麼問題啊 兩三秒而已 很短的那個 那你今天真的 你要戳下 開關關 那你至少拿下來啊 因為你這樣子拿著 會戳到別人啊 這是公德性的問題啊 是啊 所以如果是有別人 就當然就是會避開他們 但是如果沒有別人 就比如說只有我 隨便你啊 沒有啊 因為我的朋友就是說這樣子 那個鬼就會在你 他會跟著你成神 跟你一起送回家 那台灣的鬼 你什麼鬼也怕您倒傘啊 他沒怕 他沒怕 其實台灣的鬼什麼 他不會很小鬼的 台灣的鬼什麼都不怕 什麼都怕 就是不怕你 對 OK 農曆七月不能玩水 對 這應該是對我們外國人 最莫名其妙的 我們外國人七月夏天 就是要幹嘛 玩水 來台灣熱帶國家 更應該要玩水 我長這樣這個身體 一定要去玩水 對 七月不可以去玩水 太浪費了 那那個 我以前跟我的前任 熱戀期的時候 半年才一起 我要慶祝的時候 就是安排一個 很用心的一個 約會的行程 一個很漂亮的瀑布 我腦海裡的那個安排 是我們一起派那種 猛男辣妹比基尼 三角褲那種照片 到那邊他就說 鬼開門我不下水 不穿比基尼 他就穿很保守在那邊 連曬太陽都不要 我一個人玩水 那你在玩的時候 沒有發現有人在抓你的腳嗎 哪一個 你說 哪一個 都沒有 OK 好 七月玩水後這個問題 人家講 就是有之前曾經 就是溺死的人 然後看到你七月在玩水 因為七月他也回來了對不對 他想說把你抓下來 換他變人 你當鬼這樣 原來是這個原因 對 反正我沒什麼感覺 沒有 對 那你真的覺得 你這件衣服不會太緊嗎 這有什麼關係 OK 好 舒服的不能記新鳥房 韓國也有那個十二個 生肖 對 生肖 但是我們沒有很大的 不能做的事情耶 只有有一些刻板影響 我是輸那個白馬 60年一次有白馬 白色的馬 很多人說女生是白馬的話 會很兇 1990那個時候 很多人不想生孩子 好像只有聽過這些 所以你們的馬還有分顏色喔 對… 馬年有不同的馬 60年一次才有 什麼黃金珠 黃金金色的珠 也是60年一次 好像有時候特別的 好像沒有 但是有一次我的室友 要參加朋友的婚禮 但是他看起來 表情就沒有那麼開心 我問他你怎麼了 他是說 我的最好的朋友要結婚 但是我不能當那個伴娘 伴娘 還有不能當什麼 修理金的 還有不能當招待 不能進去他的新房子 不能坐他的床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是舒服 我覺得為什麼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聽說 如果自己的叔叔過世了 但是我是如果是蘇虎的人 不能去他的降力 這是真的嗎 真的 這個又是跟我們的傳統習俗有關 抱歉 OK 中國原來是沒有獅子的 OK 所以玄天上帝的坐騎是虎 有一個很重要的神 虎在我們的傳統裡面 它就是鎮煞 鎮煞鎮煞 從台北到宜蘭 有一個山路有沒有 朝陵古道 它有一個地方 剛好是那個風非常強的地方 那以前宜蘭人都要挑扁蛋 到台北來賣豆 賣鮮魚什麼的 經過那邊的時候 那些宜蘭人都很辛苦 就很容易被催落山崖這樣子 對 後來就是有一個很有名的 當地的一個道長 他就是直接在那邊 就寫了一個老虎 就是遞了一個虎字碑 OK 在那邊鎮住那個風 為什麼 雲從龍 風從虎 所以呢 要虎才可以鎮住風 這樣子對 對 所以虎是可以鎮煞 所以這個會跟他的新娘神 因為新娘那天很大 所以會跟他的新娘神 會有點沖 新娘神會嚇到 對 會沖到 如果自己的爸媽 如果過世也不能參加嗎 至親沒有寄 沒有寄 自己的家人就不算了 至親無寄 對 其實不能 不是只有屬虎的不能進新房 好嗎 好嗎 好嗎